哎呀 早安 早安 你个头啊 林子洋 你去哪儿了 洗礼员啊 我在江州呢 我给你请假啊 你人都走了才跟我请假 这不双休日吗 我休息啊 双休日离开住地 需要请假你不知道啊 我来这儿就是做两台手术就回去了 我跟你说过了啊 我没听见 我没来你请假补假还不行啊 林子洋 你赶紧给我回来 否则的话 我让纠察队去抓你 你像谁啊 我跟你汇报了我的目的和位置 就不能算是逃兵 而且我还有补假的从宽情节 顶多算个补假外出 林子洋 你真的不怕处分哪你 处分我好了 我答应这事我得办啊 不能像你们院长似的说话不算数 我告诉你这个责任太重大了 我根本不可能替你承担的 你不用替我承担 你就替我证明我请假了就行 你要不然就让他们把我开除了 行了 就这样 拜拜 喂 喂 喂 林博士啊 你看昨天可真是辛苦你了 你说你刚到我们这儿 根本没顾着他好好休息 立刻就进了手术室 做了那台大手术 那手术做得真漂亮啊 应该的应该的 我也得属于环境 我们医院这个血运外科的情况 您都看到了 都是国际化的一流设计 说你实在话啊 我们这儿就是缺人 就是缺像你这儿的人 我们这是合资的医院 公司水平绝对不会比公司 这那些都好说 我现在就是需要平台 想做一些高难过的手术 这个没问题啊 只要你愿意的话 你随时可以像昨天晚上似的 在首台进行手术啊 可是我 我不是当兵了吗 我那手续特难办 你退伍过来吧 林博士 我跟你说你心里话啊 我是有足够的耐心等着你来 真的 要么这样好不好 每个周末呢 你过来两天 做两台手术 周一你再回单位上班不就行了 行啊 还有 那个 酬老那个事儿怎么算 这这这这都好说 我就是想做手术 一做手术我就高兴了 就你来了 不好意思林紫阳 由于你违反了军令 我们奉命把你押回去 这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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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押 不用押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这怎么回事 干吗 我给你打电话啊 好 你们走 我去 林博士 你们两个在车上等我一会儿吧 在回去之前我能跟你聊聊吗 有没有好聊呢 我是打定了主意肯定要退伍 聊什么也没用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留下来 或许你留下来的话 结果未必像你想的那么糟糕 还好比不遵守诺言更糟糕的事儿吗 还好你们那个政委 动不动就拿处分啊 上军事法庭来吓唬我 那你去问省中心医院啊 你要不要他们院长电话我给你 省中心医院病人多 经费也很充裕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据我了解 在那里你好像并没有被特殊人才特殊对待吧 好像被刑了半年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说这些你不要多心啊 千万别生气 我没有别的意思 跟你生气犯不着 我要生气也跟你们院长政委 林博士 恕我直言啊 现在像你这样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和科学成果的医生 其实并不是很少 所以拥有资本 未必能够独步天下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其实你面临的竞争 跟大家是一样的 这个事不用你给我操心 你没看见吗 像这样的民营医院请我的多的是 是 建的医院给你手术做 给你很多钱 但这样 和你在国外有什么区别吗 尽快地建立一个适合你的平台 尽快地展开你的专业领域 尽快地做一个学科带头人 甚至尽快地当一个年轻的院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才是你最想要的吧 这确实是我来你们这家医院最想要的 这确实是我来你们这家医院最想要的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机会是要创造和争取的 不是要来和换来的 正因为我们这家医院面临的一些危机 所以你才有机会能够施展你的才华 也许你能拯救这家医院 也许这家医院能造就你 这都不好说 也许你是他将来的主人 就看你有没有勇气 有没有胆量 敢于接受这个挑战 你觉得呢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院长的意思 当然是院长的意思了 他还挺大气的 我当初问他 他还挽留我 他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现在像这样厚脸皮的院长 这只不多了 所以你应该考虑好好珍惜啊 他留我 他为什么不亲自来接我啊 院长是个老同志 你是不是应该给他点面子 对 给他面子 走吧 上车 咬牙 领导让咱们咬牙 队长 我们给部理党那个报告 到现在都没有批 您咱们先给我一部分钱呢 是不是啊 我引进了人才 还要买设备 真是现在是真是困难 特殊情况 特殊照顾在吗 老汪 我是嫁给你特殊啊 那咱这事呢 许点单位 你说 少许首长 训理单位都在看着我 你说我这个特殊怎么给你啊 我怎么能给你啊 您说 要是咔嚓一下财了 倒少事了 现在是精简 您让谁留不让谁留 这都是来骂的事情 咱们是守着机关的医院 我想这也不能说 说财就 就财了吧 真是难死呢 不是 您 您给我想想办法 我是想要给你想办法 那你也得想想办法 是吧 您不能老靠我一个人 你也想想办法 好不好 过来 任长 你们要钱 也得弄出点名单来 出出名了 对不对 要不然 你说 以你们医院为中心 受编其他医院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这是首长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 不代表首长的意思 可是 那你们也得争取争取呀 你们医院 最近不是特招一个什么人才吗 林子洋同志 是一流的鲜维外科专家 人还没有正式上班 就在我们医院做了一例 创传外科手术 非常成功 政委现在宣布对他的任命 好 经过院囊委讨论 报军期批准 林子洋到咱们外医科工作 职务是副主任 大家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我在这儿做的第一例手术 也许是最后一例 林博士是说呀 将来创伤外科中心成立以后呢 就不再外医科做了 不对 我说的是在这个医院 趁今天大家都在 我正式宣布 我要申请转业 在转业手续没有批下来之前 我暂时在这儿工作 请大家多关照 谢谢 散会 老秦 老秦 主任 看什么呢 混了那么多年 被个矛头小子挤厚过去了 失败呀 你看看 别人都是越干越进步 我是越干越抽抽 永无出头之喽 老秦 别瞎琢磨 这个林子洋是没处安排 临时到咱们坑挤去 你放心 它不会影响你虔诚的 主任 你可是太师子 这就是个信号 咱们这些老家伙 要被淘汰了 老秦 别想那么多 这个小林她医术再高 她毕竟是个年轻人 还得靠我们老同志传帮带的 把我们淘汰了 谁带她去啊 就怕是带完了 你这个主任也带到头上 你可得长个心眼啊 别有招一日 这小子照片贴到你前套去 培养年轻人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 这不是咱们职责吗 是不是 老弟是主任啊 境界就是高 别瞎忽悠啊 天天 你在呢 你不是换班了吗 怎么又来了 我来看看 你说我疼 疼啊 这儿疼吗 这儿疼 这儿 疼是好事 说明恢复得不错 那医生 那我女儿这伤 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啊 以后得尽快能避免剧烈运动 这人 这是带她去上舞蹈班的 这孩子的舞蹈跳得特别好 将来 还想当舞蹈家呢 这下 让我给毁了 我原来的理想是当天文学家找外星人 这不也当医生了吗 叔叔真的有外星人吗 有啊 等你腿好点能下地了 叔叔就带你去外边看星星 那些外星人啊 都在那些星星上 叔叔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图片 明天拿给你看好不好 好啊 谢谢叔叔 不客气 那你好好休息 休息好了 骨头长得好 那叔叔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你 谢谢 林副主任 你对病人可真好 一个月把命都交给你的人 你能对他不好吗 你是双子座的人吧 这个星座的人花心 聪明 艺术气质强 性格两极分化 可以说是天使 也是魔鬼 魔鬼 魔鬼至少真实 对啊 明天晚上我跟小汪小来他们一起吃饭 你要不要一起来 好啊 魔鬼也需要放松啊 好啊 那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 一 一 错了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没错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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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任 我说啊 你初来乍到呢 就应该跟我们多交流交流 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 是不是啊 要我说什么呀 以后叫什么林副主任啊 以后就管他叫头 对 叫头 我们为我们的头干杯 来来来 为头 来来来来 好 头儿 你说你看你回来多长时间啊 你就看这医院这些小护士呢 一个月全都小时候非非的 都我们心里面酸溜溜溜溜 尤其是田田 你说什么呢 你看田田啊 虽然长得不太漂亮 但是我们王医生 约了那么多次一次都不来 林副主任 你怎么不高兴啊 是不是还为轮转的事生气啊 没事的 他们都去过的 是啊 没错 我 我们来医院的时候都被轮转过 实习一年了还被轮转 但是我发现轮转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能把全院 最漂亮的护士全部卡查一遍 震荣俗 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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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 要是他闹够了 趴来屁股走了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好啊 你 你不会到时候 真趴来屁股就走了 说实话 我之前真不想在这儿待了 但是看见你们俩呢 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有你们两个 军医大学的研究生 给我当左膀右臂 我们就成了黄金搭档 黄金搭档 好 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样一个 充满危机的意愿 会是我们这拨年轻人 最好的发展平台 这里的未来是我们的 我们要一起努力 把它建设成为一个 全世界一流的创业中心 我们要成为这里的领导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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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行吗 我怎么觉着 我在院长办公室 听院长就职演讲呢 跟着我干的 不是没这可能啊 就是 开练的啊 好 恢复的都挺好 但是绝对不能吃辛辣的 八床 李凡对吧 对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没有 这吃的什么呀 骨头汤 它不能吃骨头汤 刘主任说了 让我们多吃体膀 童子骨 这样能补钙 这骨头啊好得能快一点 吃什么补什么嘛 你要补钙可以喝牛奶吃虾皮 不行可以吃钙片 它血脂本来就高 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每天下地活动多长时间啊 刘主任说了 每天不能超过半小时 依他现在的情况看 每天至少要活动两个小时 这样能恢复得更快一些 其他都挺好的啊 这样啊 我建议你们 还是用刘主任的治疗方案 刘主任是咱们医院 有了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 他对你们的治疗和恢复 还是很了解的 你看你现在这个恢复的情况 刘主任说的还是对的 每天的活动量最好 别超过半小时 好 谢谢啊 好 来 林副主任 十一号病房的病人 等你查完房就要出院了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 秦副主任 我们先过去吧 好好好 好好休息啊 好好好 要不这样 咱们跟医院里商量一下 让他去撞科吧 你的意思是说我把他支出去 别这么说呀 正常轮换嘛 那要等到再转回来 我们这医院还不知道在不在了 你说的这是两回事 眼不见心不烦 其实我觉得林子阳这个人吧 就是个性很强 有的时候比较自我 你啥意思啊 你不同意他去撞科啊 我觉得 毕竟他手术做的还是不错的 如果留在我们科里面 能发挥他更大的作用 能发挥那也是副作用 我同意他的案规定轮转 我反对 吴晓 你们不觉得这个人很麻烦吗 是麻烦 到时候因为撞科 再闹什么意见 那麻烦就更大了 到时候你们谁都不管 又让我去做他饲养工作 我天天做他饲养工作 咱们也是按院里的规定来嘛 是吧 要不这样 我请试一下 好不好 就这样吧 我说手艺兄啊 在咱们这个城市 这么大的项目 除了我老陈 还有第二个人能做吗 进来 我不是说你 放心 资金没有问题 谢谢啊 改日去改日去 杨娜 这个项目跟进一下 另外你把那个赵总盯住了 公司这两天事都家住得远 你就别回家了 我让人事部门给你安排了个进的住处 你找一下他们 去吧没什么事了 喂 我老陈啊 什么时候咱们聚聚喝的酒啊 什么无事不当三宝店 院长 您搅着呢 林子洋 出来乍到的肯定会有点水土不服 是 你是老同志的 你多关心关心他们 他快来一个月了 可一直都在我们科待着啊 您也知道 咱们这个医院封科不是那么细 按规定 新来的医生都得各科转了去熟悉熟悉情况的 你你是不是要往外推他啊 院长 新来的转科这是医院规定的 我没别的意思啊 行了 他刚消停会儿 你让他各科一转 弄得全员都不得安宁 那行 那就让他科我们一个科科 你 我没别的意思啊 你的意思大了 你以为我不失数 大夫 大夫 我今天能出院吗 我待会儿上好多事呢 我早起走啊 今天出院也可以 但是我建议您再多住两天 这刀口开得有点大 秦主任 你怎么把窗口给我开大了 你这不是耽误我事吗 刀口开大了 谁说刀口开大了 我给你讲啊 我给你讲啊 刀口的大小 是根据穿钉固定的需要 刀口开小了 钉子能进得去吗 我还跟你说 每个大夫的治疗方案和说法 也不一样 懂吗 你呀 就听林副主任的 在这儿好好休息 多住些日子 好吧 别胡思乱想 那 那那这真没事啊 没事 不担心啊 大夫说没事就没事了 院长啊 这转科是医院的规定啊 你是老同志了吗 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 我 我 你这 这你 院长 我是从部队成长起来的 知道传帮带的作用 你放心 我一定给林博士 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院长 干不了了啊 这工作我干不了了 咋咋咋咋咋咋 主任 别着急慢慢说啊 能不着急吗院长 那个林紫阳他狂什么呀他狂 行行行行行行 主任 你就太老实了 院长 刚才查房 当着大伙的面 就挑我们的毛病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刘主任和我 大小也是外科这么多年的专家吧 他不了解 院长 您可是清楚呀 您可是看着我们 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的 是不是 他才当兵几天呀 就这么目中无人 别一个大伙看不出来 当着众人的面 炫耀一下自己的医术 树立自己的威信 我们可以理解呀 是不是 年轻人吗 那也用不着 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呀 院长我跟你说 他呀 压根就不是咱们当兵的令 秦副主任哪 是不是到我开状的 哎 这林子洋真够有的啊 当然有啊 人家说的就没错了 是没错 但是他图马虹窝 图他黑胡的 少管别人闲事 再说秦副主任那技术 那倒是 来 护士长 别人尿袋给我 田田 你去忙 我来 怎么来护护干你这事啊 我会 我经常坏 没事 刘嫂 我来吧 我来 刘嫂 那个谁呢 小雅呢 小雅妈妈刚才病了 送到急诊了 这孩子急得不行了 我让她去 把老人家先安顿一下 她马上就回来 你是名护工 病人发生紧急情况 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我知道 我懂 你们这管理怎么那么混乱啊 以后护工绝不允许再插手 护士该干的事 凭什么呀 凭什么不让我干了 护士长 我出过错吗 真是的 被窝里伸脚丫子 你算几把手啊你 刘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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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结婚比较特殊 她有准爱人 而且她对护理工作挺熟练的 亏你是个医生 说是这样的话 护工就是护工 是谁的爱人 她也干不了护士该干的事 她能对病人的生命负责任吗 刘嫂 刘嫂 黄医生的不是真意 对不起啊 是你工作的失误 你没对不起我 是对不起这位患者 这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意外 我看你也别坚持了 还是安心做你的护士长吧 不管怎么说 你们都是老同志了吧 受党多年的教育 思想觉悟要比一般同志要高 她是个新同志 又是个年轻人 难免有些个性缺点什么的 咱们要看她的主流吗 院长你放心 我跟秦副主任 我们一定配合好医院的工作 可是 一定要好好的合作 对不对啊 是 你们外医科 历来都是咱们院的先进科室 一定要创造一个好的气氛 好开场工作吗 是是 老这么折腾 行了 没用事就去吧 那啥时候是个 没说完呢 那什么时候是个完呢 院长 你好 护士长 您副主任 你找我有事吗 您能请我先坐下吗 请坐 你脸色不太好吧 你找我来是来分析我的脸色的 因为刚才的事不高兴了吧 你不会认为我是故意报复你吧 我们之间是工作 我个人又没得罪你 你为什么报复我 再说了 我觉得你刚才批评是对的 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我就说护士长 没那么小心眼嘛 我本来是想找你道歉的 现在看没这个必要 怎么没这个必要啊 起码你现在知道 注意同志之间的团结了 有的时候 说话确实得注意点艺术 不是这事得说清楚啊 我们是医生不是演员 我们只需要技术不需要艺术 我们是医生不是律师 你总喜欢这样说话的时候 多多逼人是吧 我要写检查了 你随便做啊我不陪你了 你让我出去就直说呗 能不能直率点 我喜欢直率 滚 这样直率吗 这栋别墅位于我们整个小区的核心地带 后面是区内实地公园 一看您就是经常忙于公关的企业家 入住了这栋楼啊 绝对可以得到最佳的修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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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你 这样职业班就不会困了 你接她干吗呀 省得跟你职业班啊 我一职业班就碰上你 烦人 我小明家远安分马 想躲都走不开 你别记了 下回职业班还要咱俩对班 我就不想跟你一块儿职 好 怎么样 你要觉得那个编书行 咱就把它买下来 可以啊 你要觉得行最麻烦的 怎么了你这是 谁又得罪你了 谁呀 这单位有点破事 我早就说过 我说你干那个协理玩干吗 今天咱们科的业务讨论会有两个内容啊 那个一呢 是把这个月的工作做一个小节 这个二呢 就是讨论一下咱们万一科未来的发展 这个说到未来发展 雷副主任 你说了解 好 那我就说两句 客套的话我就不说了 我这人说话比较直率 但都是对事不对人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希望大家谅解 这个有话就得直说 这都是为了工作嘛 是不是 雷副主任 这个也难怪 你刚来 对客里的情况还不太了解 对大家也不太了解 我先给你捣鼓两句 其实咱们万一科啊 一直是院里的先进科室 一直有着很好的学术分配 所以你多给大家讲讲 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医疗信息 这个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争取打造出这个工作一流 是吧 思想国硬 技术先进的优秀团队 争取再多拿几个奖 对了 主任 我来说吧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全军的科学进步奖 已经披下来了 咱们的刘主任 获了个三顿奖 我们大家为他祝贺 来 部长 不不不不不 主任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奖拿的可是很不容易 我想这不光是代表全国全军的医疗水平 在国际领域 这个奖也是举足轻重的 刘主任 你刚才想说什么 你接着说 我能说实话吗 当然 就咱们医院现有的条件来说 刘主任拿这个奖确实很不容易 我很佩服 但好像也谈不上国际影响吧 刘主任的那个课题我知道 在国内已经算是比较常见的技术了 那不管怎么说 是吧 在咱们部队还是领先的 我不是说了吗 就现有的条件来说 这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同意刘主任刚才说的 我们要创一流 要提高医疗水准 但这是需要医院具备一流的设备 条件人才梯队的 这鸡窝里永远飞不出金凤凰 说的有理 说的在理在理 另外这两天我也发现不少科室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手术记录 简略到只有两行字 有一些小手术是不是有必要 做包括CT在内的全套检查 还有我们的护理管理也存在很大的漏洞 护士无故脱港 让护工干护士该干的事 这出了事谁负责啊 大伙都听到了吧 林副主任刚来了几天 这工作做得是真细致啊 连护理这事都管了 秦副主任 护理工作直接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这事我们不该管吗 李子洋 你才当兵几天啊 你才来医院几天啊 就说三道四了 刚才刘主任开会不是说了吗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咱们科室未来发展的方向 你怎么经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 秦老秦 我们今天不是批斗会 就你的 把我们医院当什么了 老秦 老秦 主任 我觉得林副主任说的没错啊 咱们科室的确存在这些问题 而且林副主任该是对事不对人 还没说他对人啊 出去 什么事儿 来了患者 谁接 主任 王医生 你去吧 好 去去去去 主任 还是我去吧 为什么让我去得罪人啊 我觉得这个事应该是刘主任去谈呢 你是洗礼员呢 你不得罪谁得罪啊 那洗礼员就得什么事都管啊 那这洗礼员我不干了行不行 行 你 小梁啊 你怎么也跟这小子一样 说不干就不干了 我说 小梁要是不愿意去嘛 看这事都算了 本来我都不同意这个轮转 你不同意不行啊 让林子洋到各科室去轮转 那是经过常委会讨论决定的 你 是 是常委会讨论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具体问题咱们的具体分析 林子洋她是属于一个有成就的医生 她不属于新医生 新医生来了各科轮转 不管怎么样她也是医生 不能因为她破坏了院里的规矩 对不对 是院里的规矩 我是说这是两码事 好了好了好了 不争了不争了 既然是常委会讨论决定的 那咱就执行 行 小梁啊 那你就去吧 最后一次啊 最后一次啊 以后关于林子洋所有的事 我求求你们了 别再让我管了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这个人真的 行 行 我去 最后一次啊 我去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甜甜 你夜班了 是啊 周五你值夜班是吧 我有事儿 咱俩换一下行吗 没关系 你跟护士长说一下 他同意了就换 好 谢谢啊 谢谢 医院领导开会决定 你要去各科室轮转一下 什么意思 我们医院有儿科外科副科内科 不是这些我还不知道吗 为什么让我轮转啊 新来的医生科 那指的是那些 没有临床经验没分科的 那个新医生 我跟他们一样吗 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们轮转的目的是 哎呀别说那官方的目的了 说说你们真实的目的吧 我只是来宣布一下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找领导谈 没意见 反正我是个要转业的人 在哪呆还不过日子 那好吧 不好 我没说完呢 你们这是报复 谁报复你了 你说话要负责任 科室领导包括你 我不想解释 我替你解释 不就是开会的时候 查房的时候 我说点真话吗 你们容不下说你们的人 容不下比你们强的人 就把我推出去整我 对不对 跟你说句非官方语言 男人不要抱怨太多 听着小气显得没心胸 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男人 轮转我不去 我就天天在您眼前晃 我烦死你们 他是外科的 没必要来我们那科轮转吧 这个新来的医生到各科去轮转 这是医院的规定 对吧 他是引进人才 是吧 这个你们领导管不了 别往我们那科推啊 那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他就是到了钢藏科 也属于业务队了 是吧 起码是动刀的 别争了 先到外二吧 院长啊 我们这可是普外科啊 再说你把他轮转到我们科 他那样谁敢带呀 他带我们还差不多 院长啊 您看是不是先给他放个副科 不是 你说都是女带来 女肉克刚 那不挺好吗 你别害我行吗 我还想多活几天呢 你们这都什么意思 推什么推 推又不是炸弹 喂 亲爱的 舍不成功 马晓快 你就是杨娜吧 赶紧送你白方过来 否则 就等着给你男朋友收事吧 我就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你帮我去收集 陈海风的商业机密 我按价值 给你付金 谢谢 我为什么要和陈海峰作对啊 我为什么要和陈海峰作对啊 你再考虑一下 看在钱的分上 你再考虑一下 喂 黄总 我 我 我同意考虑一下 那别墅我买了 买了 明天施工队就开始进入装修了 那谁盯着呀 公司小陈 装修这事咱俩是要有空的话 也得抽空去看看 嗯 这这么多年你们单位的房子 也该换个大房间住的 这不挺方便呢 哎 你说咱挣那么多钱 不就为了活得滋润点吗 关灯了还不睡不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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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